中国股市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顺势而生 一个崭新的股市电影时代正式开启 股海沉浮系列电影由国内一线知名导演 制片人强大股民战容联媒打扫 从投资预计三亿元 是中国第一部由全股民演员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采用真实K线图 真实股票案例演绎的电影 第一部由股民投资股民策划 真实反映股民生活和投资的电影 第一部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 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部把股市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股海沉浮首推三部电影 股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股海沉浮二 让庄家落奔 股海沉浮三 股市不相信眼泪 电影中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琪先生同名著作的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落奔 故事不相信眼泪书解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担任总策划 黄华琪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证券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 二十多年 黄华琪先生 讲座风格通俗易动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分析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把过视频点击率 累计高达一亿认词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 古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古民演唱会电影剧情实情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沉浮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 故事剑客四百集 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古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技能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7 故事黑马 横空出世 一剑 定乾坤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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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啊 先把本人的这个 书籍销售购买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啊 黄华七先生的系列 制作的购买方式 书籍名称 奇迹创造奇迹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是股市建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 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com 然后这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微信号的名称是 古海城府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古海城府 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建客 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购买 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 3W.建客文化传媒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全国新古民书之三 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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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和博弈什么意思 有人知道吗 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 你先把零和博弈搞明白哦 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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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 反正投资到市场的钱就这么多 有人赚了有人亏了 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 他水妹 少的可灵的 前面那么多年很多上市公司 都你分都不分红 十多年都不番红 所以从二级市场来看 他不会产生财富 每天都有人买卖筹码 但在一个相对的时间段内 总体的流通筹码是不变的 由于买卖双方力量对比不同 导致了筹码的升值和贬值 买的人多 买的人少 股价就涨了 筹码就升值了 持股的人就赚钱了 如果卖的人多 买的人少 股价就跌了 筹码也就贬值了 持股的人就亏钱了 有人赚钱 那么将来一定会有人亏钱 并且现在赚的越多 将来就会有人亏的越多 如果你现在赚的越多 将来一定有人亏的越多 同样有人亏的越多 同样有人亏钱将来一定会有人赚钱 并且现在亏的多将来就会有人赚的多 这叫零合博弈 我们经常讲跌的越多 未来涨的越多 对吗 涨的越多 未来也会跌的越多 一模一样的 只有赚钱和亏钱的时间周期不同而已 这就是股市中的零合博弈 赚钱和亏钱的时间段不同而已 一个时间段有人赚钱 另一个时间段就有人亏钱 亏谁的钱 刚才我们有人讲的对 老子买股票 儿子来亏钱 儿子买股票 孙子来亏钱 你没想过 老子亏钱 孙子儿子赚钱 儿子亏钱 孙子赚钱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们前几年不都亏钱了吗 现在能到你儿子赚钱了 赚来赚去 都是人类的财富 在家和贱之间在徘徊 在增长贬值之间在徘徊 好 刘雄零零合博弈 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几大零合博弈 刘雄零合博弈 高低零合博弈 速度零合博弈 冷冻零合博弈 给大家讲 四大零合博弈 看看你是博对了还是博错了啊 是亏还是赚 首先是刘雄零零合博弈 刘雄零合博弈 先涨与后涨 有的人说不对 你看看现在流失很多股票 跌了对吗 那那到前期没涨吗 前期没涨吗 只是你买 你买错了 好 只是涨多与涨少的不同 能力强的多赚一点 能力一般的少赚一点 没能力的有可能会亏钱 流失涨的越多 流失你的投资者赚钱就越多 那么将来熊市就会跌得越长 将来的投资者就会亏 就会亏得一无所有 流失中所有投资者赚的钱 都将由熊市中所有的投资者来买单 流失中赚来的钱 都将由熊市当中的投资者来买单 你们现在赚吧赚吧赚吧 你们赚了钱 谁来买单 谁来买单 有的人自己买自己的单 有的人自己买自己的单 有的人 是由别人来买单 这是 流失中的人赚了钱 由熊市中的投资者来买单 市场总是在流熊的灵和博弈中 周而复始反反复复 在运行 既会成就一批 一人成为富恩 又会猝死一批人 能为乞丐 你将会成为哪一类人呢 你将会成为哪一类人 嗯 有人会成为富恩 有人会成为乞丐 富恩和乞丐 只是周期不同而已 好 大家把上阵指数打出来 上阵指数打出来 上阵指数打出来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看 钱面太多了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从2005年开始 2005年成998点 一直涨到6124点 很多人赚钱了 很多人赚了钱 赚的钱 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江汇又 又谁来买单 到了2007年的年底 到2008年 年末 从6124点 跌到1600多点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6年 股市6年都没有表现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亏钱 在这6年当中 超多股票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亏钱 由这些人来买单 那么这些人亏的钱 又到哪里去了 又到现在的流失当中去了 世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亏的钱的人死悄悄了 新的人来赚钱 新的人赚的钱 将会又有新的人来买单 我知道 你们大部分现在是赚一点钱的 有的没赚钱 有的赚钱了 这就是市场的零和博弈 好 生死能回 对 第二 高低零和博弈 刚才讲刘雄 从2008年 到2014年 六七月份 0607年 中国是七千万股民 七千万股民 到2014年的 就是今年的上半年 市场中活跃的账户 只占4% 多少人 还剩多少人 能告诉我吗 七千万人乘以百分之四 七千万人乘以百分之四 是多少人呢 不到二三百万 对吧 二三百万 还有六千多万人到哪里去了 还有六千多万人到哪里去了 你告诉我 将尸有一部分 将尸还算有个尸 有的人 四无全尸 连尸都没有 直接消互了 把自己手指给剁了 发誓再也不进入股市 你看吧 过一段时间 他又进来了 现在是不是又开户了 这一次我到深圳去搞见面会 一共搞了三场 这个深圳人民还是比较热情的 非常的热情 经面会讲课 交流会讲课 也 场面也比较热烈 学习 热情也很高 有的人到现场了 对吧 到现场的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到现场的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嗯 有不少啊 一共有六七十人 六七十人 这个 我到深圳去了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因为见面的大部分是新股民 大部分是新股民 老股民到哪去了 老股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见面的都是还不知道市场生前的人 有的日式三个月 有的日式六个月 有的日式可能一年左右 蒸发了 在各个群里边啊 深圳见面会的这个照片 发布在各个群里面出来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 高低零和博弈 流市中并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是大流股 对吗 二八定律嘛 成功二八法则嘛 真正的大流股不到20% 不到20% 大部分股票是比较平庸的 只有少部分股票才能涨幅惊人 有的涨幅高达十倍 二十倍 甚至更高 有的股票涨幅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让你不敢想象 我们现在很多人赚了一个百分之一二十 卖 对吗 没赚到三分钱 流市里边 就卖了 在流市当中 做一支票 应该做一个百分之八十 一倍 两倍 三倍 前一段时间 我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这个 上市发展 对吧 跌一点你不用怕 今天创新高了 对吧 创新高了 前期赚了百分之三十 现在赚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三十五我也不会卖 四十五 五十五也不会卖 八十五也不会卖 等到搞一倍的时候 我再给他压量一量 你想做大流谷 你得有大思想 大心态 大格局 如果你没有 对不起 你不是成就大事业的人 一旦熊市来临 跌得最惨的 跌幅最大的 什么股票啊 一旦熊市来临的时候 跌得最惨的 跌得最 跌幅最大的 跌得最快的 是什么股票啊 就是曾经的大流谷 大流谷 成为大熊谷 所以 曾经流市中的大流谷 最终会变成熊市中的大熊谷 跌幅高达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甚至更高 同样的道理 下一轮流市中的大流谷 就在下一轮熊市中的大熊谷中产生 大流谷 涨幅越高 风险越大 大流谷 涨幅越高 风险越大 机会也越小 他既可以让一部分人 报复 又可以让一部分人 倾家担长 哪一部分人会报复 大流谷 哪一部分人会报复 哪一部分人又会倾家担长 第一位买进的 会报复 先知先觉的人 会报复 高位买进的 就会倾家担长 那你是想报复 还是想倾家担长呢 你想报复该怎么做啊 你不想倾家担长 你又想怎么付啊 怎么做啊 你们都没见过倾家担长的人 你们做股票都没见过倾家担长的人 没见过 怎么没见过呢 六七千万人都死朝朝的 怎么没见过呢 你在你身边是问一问那些老股民 你看他见过没见过 在我身边都太多太多了 可能是中国人口太多的原因啊 中国还不是 比例最高 股民比例最高的国家 台湾是两千多万人口 有八百万股民 三分之一 我们十四亿人口 还不到一个亿 所以呀 你见的史诗还不够多 不够多 贸家担长的国家 报复的人所获得的财富 将有倾家担长的人来买单 大雄股 跌得愈惨 风险愈少 机会愈多 既可以让一部分人 卸本乌龟 走向地狱 又可以重新让一部分人一夜暴富走向天堂 市场总是在高低位之间 天堂与地狱之间轮回博弈 高位与场的人会下地狱 低位与场的人会上天堂 你将如何选择走向何方 你是上天堂还是愿意下地狱了 都不去 这是来把上识发展打出来 上识发展打出来 从2008年的1月份跌 一直往下跌 中间涨了一波 再往下跌 08年到14年6年的时间了 从40块钱跌到5块钱 跌幅接近90% 这里面躺着多少死尸你知道吗 嗯 里面躺了多少死尸在里面出了 嗯 无数无数 那么将会救多少人的命呢 又有多少新生的力量诞生 这里面所有人亏的钱 都会交给未来 买进的人 我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都下地狱了 我将从地狱当中走向天堂 走向天堂 不止这一只 太多了 我们来看 把棕色股份打出来 棕色股份 棕色股份打出来 嗯 曾经30 06年7年 乘2块多钱 涨到38块 接近18倍 啊 18倍左右 然后跌到 乘38块 跌到4块钱左右 跌幅 80% 到现在 14块 14块 这么多冤魂 将会拯救多少新的生命 新的福温出来 再把人男同业 打出来 啊 人男同业 人男同业 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有买进去过 啊 06年也有人买进去过 不过我没买啊 我06年我没买 07年我买了 啊 从06年买进去 这是我的一个弟子 赚了30倍 多少资金呢 才30万资金 30万资金啊 账户有多少资金呢 300多万 有300多万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啊 好 谢谢大家啊 声音视频应该都有的 刚才这个 这个还有很多人问 黄老师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现在不就告诉你了吗 涨得越多 会跌得越多 跌得越多 将来会涨得越多 对 怎么搞的 现在就买 现在就买 你看到吧 嗯 仍然同意成97块钱 跌到只有 7 6块多钱 7块钱 有没有跌90%啊 啊 有没有跌90% 有还是没有 97块啊 跌到7块钱啊 百分之90多 7块钱 咋再涨到97块 是多少钱啊 嗯 7块钱涨到97 多少倍 多少倍 嗯 7块涨到97 多少倍 你能告诉我们吗 嗯 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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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就是1200万了 明白吗 现在涨了多少倍了 现在涨了多少倍了 有人告诉我们 啊 这里6块7毛 6块7毛吧 现在 14块多钱 14块多钱 嗯 一倍多一点 对吧 一倍多一点 你12倍 还很远很远 你在想什么呢 啊 你在想 想什么呢 等到有色一动的时候 你又在做什么呢 你看不到未来 0607年 能涨到90多 请问14年 15年 能不能涨到那么多啊 啊 能不能涨到那么多 有没有人告诉我 啊 现在传宗谷 有没有传宗谷 超过你 你07年的 有没有 你先告诉我 现在有没有 传宗谷 已经超过了你607年的 很多难抽股 都超过了你607年了 正创就有很多 所以高低您和博弈 有人会报复 进入天堂 有人会拒亏 下地狱 什么时候 介狱 会上天堂 什么时候介狱 会下地狱 现在能知道了吗 啊 能知道了吗 前一个 前一两个月 我 不足的四只童 四只童 你知道吗 五只 五只啊 同龄有色 人男同业 江西同业 金城同业 西部矿业 搞了五只 好 对 你听不懂 我讲再多也没用 第二 第三 第三 速度凝合博弈 速度凝合博弈 我们都喜欢速度 对吧 我们都喜欢速度 对吧 嗯 你喜欢涨的速度 你不喜欢跌的速度 人人都喜欢快速暴涨的股票 但快速暴涨的股票 必然暗藏着未来快速暴跌的风险 尤其是在中高位快速暴涨末期的股票 风险更大 中低位满于快速暴涨的股票 你会快速的获取巨大的财富 中高位满于快速暴涨的股票 你会损失巨大的财富 投资者买于快速暴涨股票 所获得的巨大财富 都将有中高位买于快速暴涨股票的投资者来买单 股票涨速越快 涨幅越高 风险越大 未来跌幅越大 跌速跌速越快 市场总是在暴涨暴跌的零河博弈中 上演着喜剧和悲剧 喜剧和悲剧 你喜欢上演哪一曲 你喜欢哪一曲 你是喜欢看悲剧还是喜欢看喜剧 该怎么做 我告诉大家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高 但是很多人偏偏就要追高 因为他喜欢高满更高满 高满更高满 他发明一个词比我更牛逼 比全国人多牛逼 我们来看 把陈飞集成打出来 陈飞集成打出来 陈飞集成打出来 看到 看到最近一两年 123456 6个涨停 吸盘 12345678 910 10个涨停 并且成交量还不小 每一天的换手力还不小 有没有人跟进去啊 啊 有没有人跟进去 有没有人跟进去 你不要说没有啊 最近一个月之内 至少有十人跟我讲过买过这支票 还有好多不乱说的 马进去 一到高位 第一天就拿了一个大阴线 第四天就拿一个跌艇 第五天拿一个跳空低开 凡是这个高位进去的 你跑得出来了吗 有一个客户是70块钱买的 整个是72块6 他70块钱的成本 70块的成本 新名我就不说了 成飞集成 002190 哪一支股票 曾经是涨停 涨停 涨停 现在是跌停 跌停 再跌停 继续跌 我们很多人说 哇 72块跌到30块 搞一半跑了 可以搞了 可以搞了吗 啊 不怕死 你可以搞 我不反对啊 中国人为什么流 你知道吧 嗯 因为中国人不怕死 八国领军来了 别人都拿洋枪洋炮 我们拿一个刀 还在喊 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 然后冲啊 不怕死的给我上 真有不怕死的人 涨得越快 凡是一涨停 涨停 涨停 直接往上拉的股票 都不会在高位横盘 都不会在高位慢慢给你玩的 都是直接往下砸 你追上去 没你跑的机会 让你解套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 我告诉你啊 这样的股票 你见得少吗 啊 我们做爱事得 我们出来之后 还有人往里面进 然后直线往下跌40% 曾有人不怕死 这是速度凝合博弈 你不要看了 涨得快的股票 你就很心动 涨得越多的股票 你就很心动 跌的时候 照样让你很激动 最后让你不动 不动就是死翘翘了 你还动得了吗 对吗 好 冷动 零和博弈 接下来给大家 讲 冷动 零和博弈 市场资金总是在不同的板块之间来回移动 涨得多的板块 由于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 一旦横盘滞涨 或者鉴定 获利投资者就会抛出股票 而流出资金 没有永远涨的股票 对吗 没有永远涨的股票 对吗 涨的股票涨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有人获利的就会卖 卖就会滞涨 卖就资金流出了 对吗 那么这些资金到哪里去了 一旦股票不涨 就是资金在流出 回答对吗 只要股票不涨会下跌 就是资金在往外卖 卖的这些资金到哪里去了 股票卖了之后资金到哪里去了 嗯 到哪里去了 他会离开股市吗 他会离开股市吗 嗯 资金 两三年之内 不会离开股市 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你 流出的资金并没有离开股市 而是投入到另一个 还没有涨过的板块 或者已经涨过一波后 经过洗盘之后 已经到位的板块 这样就会导致另一个板块的冷冻上涨 这就是市场的资金冷冻和板块冷冻 资金流动 资金流动 好了 我们把西部矿业打出来 西部矿业 打出来 打出来好不好 西部矿业打出来 请问西部矿业 在2014年的11月24号 是不是涨了30%左右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赚钱了 赚钱的人 这一段时间很满 是不是卖了 卖了资金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又没涨了 对吧 没涨了 一旦 突破心 放大量 拉大洋 突破这个横满整理区域的时候 是不是其他的资金就能 进来了 比如说那些涨得高的银行 那些涨得高的串商 保险 一大财涨不动的资金撤出来 撤出来是不是到整理匹来了 是不是到整理匹来了 因为这个还没怎么涨啊 市场资金自治 远远不断地在挖掘 低估值的 已经洗盘或洗手到位的股票 市场资金并没有增加多少 而是这些资金在不同的板块之间在流动 远远不断地在挖掘 低估值的板块 一直把整个市场的板块挖掘完毕为止 搞明白了吗 板块能动 板块能动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课 叫传世经典系列 什么叫传世 什么叫传世 什么叫经典 传世传给后人的 一百年不会变 什么叫经典 核心的本质 你不信吗 你不信 你的儿子 孙子将来还会看到我的视频 讲座 请问在座的各位 有你的父亲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的发个一 你的父亲告诉你是听听这个人的课 发一一个了 两个了 三个了 好 有你的儿子告诉你 有你的儿子告诉你 去听那个光光头的课的 有吗 发一 你的儿子说告诉你 某某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请问是不是两代人了 啊 祖生已经三代人了 难道不是他们告诉你的吗 啊 小孙子也过来了 好 OK 如果你 他不准市场的节奏 正是频繁的追高买股 总是遇到资金即将流去而滞涨横盘的股票 那么你正是不赚钱 导致你心浮气躁而频繁追高换股 即使是大流市 你同样不赚钱 甚至还会亏钱 明白了吗 啊 我告诉你西部矿业 你看到吧 有人追进去最近一个月没赚钱了 对吧 我们是起动点的位置买进 然后你追高一进去几个月 一个多月两个多月 一个多月你没赚钱 你赖不住你卖了 你卖完了之后他就涨了 对吗 然后你卖完了之后又去干什么呢 你卖完了之后又同样买一只 涨得比较多的股票 他又进入洗盘状态 你又一两个月不赚钱 因为你节奏他错了 你始终都不赚钱 等一下我还会讲这个东西啊 我还会具体讲这个东西 你他对了 你会赚双倍的钱 你他错了 你分分钱也赚不到 好 要想在市场高效获利 就必须踏准市场节奏 始终踩在板块的启动点上 让别人去追涨 而不是自己追在上涨的终点 终点上 让别人去数钱 启动点买欲 终点卖吃 你就会适中赚钱 终点买欲 套牢卖吃 你就会总是亏钱 市场总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 反复不停的冷冻博弈 你最终会选择哪一点 起点和终点的博弈 你会选择哪一个点啊 好 现在很多人说 我喜欢启动点 可惜你们大部分人不是买的启动点 往往是终点 那买个终点的发一个意给我看一看 一码进去就横盘 一码进去就横盘 一个月不长 买到终点的 我看有多少人 不在少数了 好几百人 好 谢谢大家 起点和终点 你选错了 来 我举两只股票的例子给你看看啊 举两只 他错节奏的 我举两只 他准节奏的 我也举两只 大家先把马刚股份打出来 马刚股份啊 600808 600808 买出来啊 打出来 600808 打出来 他2014年11月4日 买日 12月9日卖出 你看到吧 11月4日 我们先找到11月4日吧 暂停 暂停 再暂停 再暂停 他追高买进 第一天暂停不知道 第二天 跳红高还不敢搞 第三天 直接分两天不敢搞 第四天 想搞犹豫 第五天 终于搞了 搞了 搞完之后 直接进入横盘整理状态 实在吃不消了 在12月9日 卖了 卖了之后 过两天就起来了 过两天就起来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不是我 这是客户 给我交流的时候 讲的 并且是非常准确的 日期都告诉我了 然后 卖完之后 去买什么东西呢 12月9日啊 12月9日 卖完之后 去买什么呢 去买云南统业 000878 三个零878 打出来 878 因为这里横盘 实在难受了 换一只搞得 涨得快的 哪一只搞得快呢 啊 云南统业 这只股票 低开 直接往上冲 12月9日啊 2014年的12月9日 打到这一天 打到这一天 起动点 他不搞 听说那一天 有色金手 尤其是同 暴涨 搞进去 这一年大盘 也是暴涨 只不过是冲高回落而已 嗯 2014年12月9日 冲高 追着买 买进去到现在还亏钱 到现在还亏钱 好了 说不定他过几天熬不住又卖了 你信吗 啊 因为12月9日 马上要1月9日了 对吧 又快一个月了 但是他又卖完了之后 仁安同业 又蹦 跑起来 他又是追高 对 人才 人才 中的人才 他 他错节奏了 始终在为别人买单 别人卖了 他就拿回来 对吧 别人再下一次再卖 他又拿回来 然后等到他卖的时候 别人买进来 别人都是赚钱的 他总是亏钱的 这叫板块的能动博弈 板块的能动博弈 你他错了节奏 你始终都亏钱 别人他对了节奏 始终都赚钱 来 把人能 他准节奏 他准节奏又是什么玩意 把人能同业打出来 三个零八七八 三个零八七八 把人能同业打出来 人能同业打出来 11月25号 突破新高搞进 突破新高搞进 然后12月9号 冲高回落卖区 这个波段有百分之三十多 有百分之三十多的空间 你不用 一开牌就买 哪怕是在涨停的位置买 你都有百分之三十多的空间 冲高回落卖 第一个波段完了 卖了之后 去买什么呢 去买马钢 把600808打出来 600808 同样 同样 是在 2014年12月11日 你那个是12月11日卖了 对吧 这个12月11日 马钢股份 12月11日 他刚好涨停突破 这一天你买不着 第二天去搞 你还是赚钱 你还是赚钱 马钢是搞什么的 马钢是做这个高铁 高铁的 铁轨 轮子 搞这个东西的 他业绩是亏损 但是他预报是流亏为盈的 他有百分之十大流通股东占百分之七十 只有百分之三十 对 算不了这么准 对吧 算 你要 你要我去算 我也算不了这么准 但市场上肯定有其他的 即使没有这一只 一定会有另外一只 对吗 你卖完了到处去找吧 查不了一两天的 嗯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思路 并不是让你去搞这么准 如果你能搞这么准 那地球上的钱都给你赚了 对吗 那我也不用在这讲课了 我天天去数钱就可以了 搞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 搞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搞那么准干什么 好 接下来